如果德国日本在二战中胜利,他们其实是会这么分割地球。 美国最大的网络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公司,Amazon,在2015年初推出了一部神剧高爆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本剧先导集第一分钟内的画面,就让观众们活呆,因为他们,观众主要为美国人生活的美丽坚和中国被瓜分成了三个部分, 东部是大纳粹底国,Great Nazi Reich,西部是日蜀太平洋和中国,Japanese Pacific States,东西部之间则被称为中立区,Neutral Zone。 高爆奇人电视剧中的地图 这部电视剧改编自1962年出版的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的小说高爆奇人, 本部小说在1963年获得科幻界奥斯卡奖之称的余果奖, 其拥顿的忠实程度也堪比三体的受众, 比如对改编程影视十分不喜欢,生怕破坏了原著。 高爆奇人原作小说封面 在高爆奇人的设定中,世界历史的走向与真实的历史完全不同。 1934年,意大利裔美国人继尤瑟普在加拉,Gaysep Zangara, 成功刺杀美国总统罗斯福此人物真实存在, 但因刑似失败被判处死刑。 美国的D罗斯福新政因此没有得以展开, 始终无法摆脱经济大萧条, 美国人民水深火热,因为罗斯福已经亡固, 美国也没有办法绕开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通过租借法案等援助英苏等国, 同时在二战前期始终置身事外。 这样一来,1941年,纳粹德国战胜了苏联及大部分东欧国家, 日本则在偷袭珍珠港之后, 始终顺风顺水,没有遇到中途导致战这样的惨败, 于是最终美国也战败了。 高宝奇人中的二战从1939年一直打到了1947年最终以德日两个轴心国的获胜宣告结束, 此时,朱队友意大利因为表现欠佳已经沦为德国附庸, 不过援手给莫索里尼面子还是把他算作战胜国。 之后就出现了德日瓜分世界的这个局面, 前述的美国一分为三,就是这个设定下的版图。 据说,在真实历史中的轴心国的宏图尾野中, 几乎整个西半球尽数沦为德国的领土、殖民地或傀儡政府管辖的, 唯有突尼西亚、利比亚、苏丹、伊索比亚、索马利亚等意大利传统殖民地, 依然留给意大利统治,东半球则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主要包括东北亚、东亚、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 以及美洲的太平洋沿岸。 这貌似是一个比当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教皇子五线更为写实的计划, 从以下1942年德国控制下的欧洲版图来看, 与上图的欧洲部分,重合度是很高的。 问题在于,这样的计划是否符合希特勒原初的设想呢? 计划中得日的势力是否直接波及每周? 我们知道,希特勒出身是一个非常带有文青色彩的艺术铁粉, 他的言行作派也颇有些情绪化,不靠谱的地方, 但是他这方面的企图计划却并非纯粹的狂妄异象。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论其实是有地缘政治学上的依据的, 只是非常带有讽刺意味的事, 这一地缘政治思想的创造者的初衷其实是要让德国勇士不能翻身。 1919年,英国人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爵士, Sir Gafford J. McKinder, 把自己发表于1904年的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 扩充成了小册子《民主的理想与现实》。 在这本小册子中,麦金德提出了心脏地带, The Heartland,这一概念,心脏地带的核心就是东欧这个拥有可观劳动力、耕地及工况资源的板块, 他坚持认为。 谁统治了东欧,谁便能支配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能支配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能支配整个世界。 麦金德认为具备雄厚的工业力量与军事基础的德国,正是吞并东欧的最有力竞争者, 不过,他的这个说法并不是要证明德国天与人归,要承担大任,而是反过来说明必须尽可能遏制德国。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将输纽地带的范围扩展到了东欧,称之为心脏地带。 麦金德理论的另一种表述。 但是1919年的时候,战胜国并没有哪一个真正在意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的观点,反倒是战败国有一个退役的陆军少将听了进去。 卡尔豪斯霍费尔,卡尔豪斯霍尔,以少将军衔从帝国陆军中退役,并在慕尼黑大学谋的一份教职,教授地理和军事科学。 他年轻时曾经以最高荣誉通过了慕尼黑大学地理学、地质学和历史学博士的考试。 19世纪末兴起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流派,在他的努力下达到了新高度,并最终介入了实际政策的制定。 他的课程时有其次妙想,比如有一次在黑板上简单地画了一个三角,三角的支点写住柏林、罗马、东京,这代表住他对未来世界的设想。 他的学生兼课程助理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后来纳粹的副元首,第二号人物将他的理论报告给希特勒。 啤酒馆正变失败后,豪斯霍菲尔把纳粹党的档案隐藏在自己的庄园,希特勒和赫斯被囚禁的兰茨贝格监狱离他的庄园很近,他每个星期三都要去探监,与希特勒接触并和他谈论世界大事。 但是,说是谈论其实有点抬高希特勒,事实上,更多的是豪斯霍菲尔对希特勒进行了地缘政治学启蒙,可以说,几乎等于他口受了我的奋斗,Mornkamp,理关于外交政策的第十六章。 就这样,因错阳差的,一个英国地理学家与地缘政治家,麦金德,本意是遏制德国不让其翻身的小册子,恰好给德国沙文主义者豪斯霍菲尔提供了理论支持, 但是,他认为只有扩展到心脏地带的边界,才能确保德意志民族最低限度的生存空间。 但是,豪斯霍菲尔和受到他影响的希特勒对几方战胜后的世界版图的设想,其实就是上面这图显示的四个泛空间。 从根子上讲,纳粹德国并未计划新占整个欧亚大陆的领土,亦不打算征服太平洋和美洲。 太平洋地区 至于美洲,也被希特勒认定是另一个大空间,他仍然将由美国主导,不过纳粹玩了一招阴的,他们认为控制权掌握在德裔移民,German American,及其支持者手中。 爱森豪,美国总统,盟军指挥官,有同名航母。 尼米兹,美国海军上将,二战著名指挥官,有同名航母。 尼克森,美国总统。 上述三位美国军政要员都是德裔移民,让他们自我管理,要问问元首你敢不敢。 开个玩笑,不过其实说明一点,德国对美日两国的泛空间没有太多的寄予之心,元首是很欣然地接受三个泛空间,泛欧,泛亚,泛美,并存的状况的,甚至对苏联的亚洲部分也没有兴趣。 因此我们基本可以断言,纳粹的领土征服目标最远直到非洲,并无意建立大英帝国那样的全球性多民族帝国。 同为架空虚构,罗伯特哈里斯的政治经从小说《祖国》中,描绘的纳粹获胜之后的欧洲版图相对靠谱。 这和第三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单一民族特性有关,也和纳粹德国在经济学的指导思想上,几乎完全不认同从亚当斯密和李家图开始的全球市场观念有关。 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二战轴新国胜利,高宝奇人中分割美利坚和众国魏三快的设定,其实也在很大几率上不会出现。 高宝奇人虽然是一部很赞的科幻作品,但其中关于德日瓜分美国乘三快的前提,设定可以说和下面这个俄罗斯的伊格尔帕纳林教授在 1998年预言美国将在 2010年解体所设想的地图是差不多的。